嗨,大家好,我是 Cassandre 我们刚刚吃完早餐喔 那我们现在正在规划下午的行程 今天的任务呢 我们要去吃一家很好吃的泰国菜 那他们还拿过米其林一心喔 是不是很令人期待啊? 喜欢美食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的影片喔 现在是下午两点多 还好今天的天气没有那么热喔 我们要搭地铁到 Silom 站 去找那一家好吃的米其林餐厅 说起这一家餐厅 他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亲切和开朗 那2016年的时候呢 他们的纽约分店摘下了米其林一心 我们现在要去的这家店 在2018年又获得了米其林餐盘的推荐 这家餐厅有两层楼 但空间没有很大 可是用餐的氛围非常的舒服 坐地铁来的话 是坐到 Silom 站 如果是搭 BTS 那就坐到 Saladang 站 我们下咱晚上这么看到 现在就建裁超兑材料 其实这家餐厅的位子蛮好找的 只是我们第一次来 还是导航一下 就要比较安心 虽然我们来曼谷很多次了 但比较少到 Silong 区喔 那这里的气氛其实是满舒服、满悠闲的 全曼谷第一家五星级饭店 就是开在这里喔 到了到了 只要看到沙拉当二项的路牌 转进去 一直走 就对啰 虽然感觉早餐好像还没有消化完 可是一转进这个巷子 我居然就饿了 就是这家店 还好都没有人排队耶 我们真是选对时间来 什么? Cruise 原来是午休时间 难怪都没有人排队 那这下子说好的午餐 就直接变成晚餐了 可问题是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怎么安排呢? 还好 我们永远都有一些口袋的救援名单喔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里有一间shopping mall 叫做 Silong Complex 那他们的二楼有一家 After U 竟然午餐都变成晚餐了 那饭后甜点呢 就变成了饭前甜点啰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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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们也会有发现 你觉得ALKING joining the time 大家有 Chicago 自动的蕅 我们今天点了一个 他们这边 After U 最有名的甜点 就是他们的蜜糖吐司 然后我们点的口味是 typeutation的口味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 就是 regular 的 size normal 的 size 哇,他一送上來那個香味就是 非常非常的香 那個吐司的香味 還有那個焦糖的那個 太杯糖的那個香味 真的超香的 然後還有兩球 冰淇淋 然後還有 那個鮮奶油 先來嘗嘗味道喔 他好像有一點點切 對,他這邊 他有基本的切 他沒有切斷 然後你看他這個醬 都已經滲到裡面去了 來,先吃一口看看囉 嗯,好香喔 他的那個麵包體有用奶油烤過 有沒有 然後加上上面這個地方 就太杯糖的這個 炒的焦脆的這個口感 然後裡面是濕潤的 來快這麼說歡迎 真的好吃 這個實在太棒了 喜歡甜點的人 一定會喜歡這個 他們家的麵包體 然後沾一點這個 我沾一點這個 來吃吃看 然後一個點冰淇淋 然後一個點冰淇淋 哦對了,他有附一個那個醬 但是我不知道那是蜂蜜還是蜂糖 我淋一點來嘗嘗看味道 就這個 不要淋太多怕太多 嗯,應該是蜂糖醬 呼不及待要吃了 開動囉 謝謝,真的太美味了 說真的 蜜糖吐司這類型的甜點 一直都不是我的菜 但我必須說 After You 的蜜糖吐司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真的太好吃了 可是不便宜哦 不過我們每一次來呢 都是兩個人合吃一份 那份量剛剛好 感覺就沒有那麼邪惡了 Gloria Militar 情id 兵術 크게話 泰国的东北菜指的就是伊斯兰地区的料理 伊斯兰区呢 因为地势的关系 所以生活相对比较艰苦 但他们的料理却异常的精彩 虽然伊斯兰人口只占泰国的三分之一 但东北菜之于泰菜的影响 却远远超过了这个比例 特别是在曼谷 从街边小吃到高级餐厅 都可以尝到美味的东北菜喔 伊斯兰料理的特色呢 就是以酸辣为主 像是最有名的宋丹 宋丹就是青木瓜沙拉 那泰文中宋就是酸的意思 丹呢,就是倒要的倒的意思 我们现在在松丹的这家餐厅 然后我们点了一个它的一个大拼盘喔 应该是要的那个以木瓜 青木瓜 凉拌青木瓜为主的大拼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拼盘里面有哪些东西喔 呃,我们从 从这边看好了 这个是炸物 要炸虾 好,这是炸虾 有三块 然后那个鸡蛋 应该是水煮鸡蛋 这个应该就是猪皮 炸猪皮 嗯 很像炸鸡蛋 但是也很像一般的那个 炸的那个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很香就对了 然后 这个是高丽菜丝吧 就是青菜 然后这个 它这个就是 嗯 一样是它的那个米线 米粉 它们的米粉应该叫做米粉 它配了两个主食 一个是这种的 深色的米粉 还有一个就是 它那个泰式 泰式米粉 这样子 就这个 就搭着这个吃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炸鱼干 炸小鱼干 嗯 甜甜的 然后这是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青菜 我说的我没看过 我闻看看味道 嗯 还是不知道 等等 我们后来问了工作人员 果然它就是寒羞草 虽然从小就认得寒羞草 可是却从来没有在餐盘上看过它 那至于味道呢 有点色色的 非常特别 然后这个应该是像是 鱼板之类的东西 好 也是用炸锅 像 鱼板之类的东西 然后 这就是豆芽菜 那它的主角当然就是这个了 就是它的这个 凉拌青木瓜丝 凉拌青木瓜丝 这也是它最 这家店最有名的 料理 好 是这个 是这个 我们点的是 泰国的 泰式口味的 道分东北汉 那个泰国口味 然后我们来尝一口看看 好 你看这个虾米 这个虾子 干的虾子 嗯 好香喔 它的那个莱姆的 柠檬的味道 很香 然后跟它的那个 鱼露的酱汁 然后它这个除了西木瓜 还有这个豆子 四季豆子 四季豆子 我不知道这不是四季豆子 豆子 然后 番茄 花生 然后 对 虾米 就这些 然后这个是 那个 嗯 鸡肉汤 然后它有浓浓的 这个茴香的味道 这就是茴香嘛 然后鸡肉 还有他们的泰式茄子 好 然后洋葱 有洋葱 还有高丽菜 哇 好浓郁的感觉喔 然后 鸡肉 鸡肉的味道很重 还有香茅 香茅味道也很重 它这个味道又有香茅 又有茴香 两种味道 好特别的汤头 我来尝尝它的汤头 嗯 我尝尝一下啰 嗯 嗯 茴香 香茅 然后它的味道 不是甜的那种 是咸的口味 味道比较重一点 但是真的好喝 这道很推荐 这个汤品很推荐 那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点的一道 那个猪颈肉 它好像是 烤的猪颈肉 然后去沾它的那个 东北菜的酱汁 看一下 然后我想说来吃一片看看 来吃这一片看看 然后 感觉这个酱很辣 我试试看 嗯,这个酱好特别喔 肉好嫩好嫩喔 它肉真的好嫩 然后它的酱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为什么有梅子的味道 我觉得它有梅子的味道 然后咸咸酸酸的 然后有那个梅子的香味 也非常的特别 难怪这家店会这么受欢迎 它的酱调的很棒 那我们就开动囉 很多人说来到泰国不吃送丹 就好像没有来过一样 那这本凉拌青木瓜拼盘 是家餐厅的招牌菜 不过它的分量很大 像我们两个人吃都吃不完 但绝对值得一试喔 我们对送丹的这家餐厅的印象非常的好 不仅是口味、价格 还有他们的服务态度 这绝对是一家值得专程来的餐厅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啰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 Cassandre 拜托大家帮我们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喔 下次见了,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